主席相公所在圆明会的协助之下 今年初完成了古风春轮天时平 以及古风三个部落文件站耐震补强工程后 三站是鉴油、延缓失能以及文化回忆课程 特别以布农族传统入错一世来庆祝完工 并以杀猪分食文化的精神 感谢并分享入处的喜事 部落祭司手持霸弹召唤天神祖灵 前来共享族人们所共同预备的洗猪肉 以及鲜酿的小泥酒 祈福庇佑美人安康 布农族传统入宅记忆庄严树木 主席相公所去年十月展开古风春 古风、轮天以及石平三个部落文件站建物耐震补强工程 研制今年年初才完成 而为了表达感谢同时庆祝入宅 三战特别结合并以布农族传统入错一世 杀猪分食文化精神 分享并庆祝完工入出的好事 包括现议员金淑敏 乡长以及乡公所业务主管 以及南区督导等也都亲自到场祝福 也第一次参加布农族传统入宅文化记忆 把文化带进文件站其实是原住民委员会最主要的一个方向 然后是希望说我们各个族群的文化能够在文件站集中起来 有造福员来协助我们的长辈把它记录起来 在圆明会的协助下 庆祝向公所顺利完成古丰村三个部落文件站 建物环境空间的耐震补强工程 提供部落长者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活动空间 三战也借由回忆传统文化记忆的参与操作 延缓失能 头脑保健 长辈们也热烈参与 那么这次也非常感谢小谷所能够补助我们相当的机会 好把我们顺利的把这些技艺或者是头脑保健的工作完成 那么也很感谢我们三个站能够配合把今天的活动 制作的地上进美 希望能够把我们传统的文化保留下来 同时我们也照顾我们长者的健康 希望他们能够活快快乐乐 活着快快乐乐 耐震补强工程强化了部落文件站建筑安全的同时 也让部落长者学习活动的环境空间变得舒适 古丰村三站部落长者也由传统入宅仪式欢喜进驻之余 彼此也祈求天神祖灵保佑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喜乐安康 记得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